他的资历比朱德还老,建国后拒绝接受受嫌,晚年被迫害而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维州同远重根,实体员等,回到家乡东乡县先汉组织青年一军城乡民团数百人入城举行了武装起义,通令直线投降12月2日东乡军政府成立维州任警备队长, 而同时期的朱老总,刚在滇军见习期满担任司务长之后的王维州先后参加了护国讨员,反援护法斗争先后从陷阱队长到纵队司令进国军营长,团长等职,最后做到边防司令等跟朱德老总一样,一心未民的他发现救时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的夺立战士不断债语他,一心救国,一心未民的思想相左1920年, 王维州,依然离开救时军队奔赴上海,在上海他王维州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利同志,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年去苏联深造,见到了列宁同志,1921年, 王维州回国1922年,与吴玉璋同志,在北京共同组织和赤新社宣传马列主义,1923年,王维州,在四川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后来还成立了川东游击军,成为川东武装洗衣的重要旗帜。 1927年,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澎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王维州从此变,定了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策斗的坚实基础,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川东游击队被改编为第三十三军,王维州任军长其他四个军的军长分别为王红坤,何伟,于天云,王树生副军长,师长级别的还有许室友,陈在道,王健安,王新庭等开国上将,抗战开始后王维州,担任八路军1291385旅副旅长旅长是王红坤, 下面还有个团长叫陈希莲,后来王维州升任旅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王维州担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司令,是贺龙贺老总,这样的资历在1955年授贤大典上,王维州至少是一个上将,但是,如果考虑他在四川东游击队的因素,授援率贤都是可以的,但是在平定军衔时在总干部部提交的需平定军衔又授予的, 名单中就有王维州的名字,但在征求个人意见,的时候王维州主动放弃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军队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将侵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含恨辞事。